好我们继续啊 下面我们来讲Option C Option C呢 它是建立多条的EPP定期关系 多条的EPP呢 可以在ASP2之间做 也可以在R2之间做 那哪种更好 那很显然是R2之间更具有扩展性 为什么 因为你本S内部 本身你这边的PE 他们接邻居的时候 都要把路由传给R R呢就是控制平面 收集路由用的 你可以这么理解吧 那是不是控制平面 用于收集路由用的 它本身就有全部路由了 那我直接把这些路由传给 对它R就行 有没有必要再传给ASBR 由ASBR这个光我传过一下 这样的话呢 会让ASBR的工作量比较大 既做控制平面的事 又做什么数据平面的事 听懂我意思吧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控制平面事 和数据平面事分开 传路由由谁传 R来帮我传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数据平面 就这来做 由ASBR来做 将来的数据包 不一定数据包 通不通过R的 数据包一般是可能不通过R的 因为它帮我传路由 如果传过来以后 吓一跳变不变 现在不变了吧 对吧 我们只要在这边 不要敲点Self 这时候那下一条就不能是这个R 你只要不是这个R的话 那这时候我数据包就不会通过R走 能听懂吗 那我们一般在传路由的时候 怎么传 P1传给R 这时候下一条是什么 P1吧 下条是P1 对吧 R再传给 R1再传给R2 这时候下一条是不是R1啊 是R1吧 好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让R1 因为一旦是R1的话 这时候数据流量肯定会通过R1的 我们一般让数据包尽量不要通过R走 对吧 这时候呢 我把下一条还是改上P 能听懂吗 下条不变 或者说通过Rootmap来改这个下一条 那下一条是这个P1 然后呢 再由这个R 把这个路由传给什么 传给P2 这时候呢 不要敲NexoSelf 因为一旦敲了NexoSelf以后 下一条是不是R2的 数据包是不是又得通过R2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时候呢 你下一条还是什么 RP1 对不对 因为你不敲NexoSelf EBB传给路由 下一条 传给R1B1的时候 下条改不改 不改 好 那在这边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路由要能追悠 下一条可达才行吗 现在怎么可达 我知这些路由器里面必须要有P1的 下一条吧 路由吧 对不对 那这个P1的路由通过 谁来传给我 两个ASBR之间 建立IGP 或者是建立IPV4的BGP 或者是建立IPV4的BGP 然后呢 把什么路由 把这个BGP下一条路由传过来 那听懂吗 除了下一条路由传过来以外 还要传什么路由 刚才我们这两个RR之间还是不要建立GP啊 你这两个RR的还一口零 路由是不是要传过来 这都听懂吗 所以说在中间两个SBR之间 有两种方式可以做 一种呢是通过IGP来做 一种是通过IPV4BGP来做 传什么路由过去 传两种路由过去 第一 建立G的路由 建立G的路由 第二 BGP下一条 BGP路由的下一条 要把这两种路由 从一端给你传到另外一端去 这能听懂吗 对吧 这两种路由从一个SBR 一个S传到另外一个S 传过去以后 那传过来以后 他们俩邻居关系 首先能建 然后再做什么 下一条才能可达 对不对 两个SBR之间传的路由 就是一间邻居的路由 和什么 BGP下一条 好 就很重要的 SBR之间可以建多条的邻居 R之间也可以建多条的邻居 路由反射器 交换VPNV4路由 SBR之间 去把PE的环境口路由 交换一下 并且要为它分标签 并且要为它分标签 对吧 这个PE的环境口 为什么要发过去 因为这是BGP路由的下一条地址 看到了吗 BGP路由下一条地址 好 然后呢 替代LFIB 这个SBR Don't hold VPNV4 就是相当于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分离 对吧 SBR上面还有没有这个VPN的路由 没有了 SBR上面 不包含VPNV4的前缀 所以标签 这个控制平面由RLF传 我 ASBR只是负责数据平面的 好 在两个SBR之间有两种Option 第一种BGP 第二种IGP 那BGP要加三Level IGP呢 要加LDP 通常推荐使用的是哪种 那肯定使用BGP了 哪有的在两个S之间跑IGP的 对不对 这种是非常少见的 对吧 一般都是通过BGP来做 当然了 如果你非要用IGP 可不可以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最后呢 做出端到端的这个LSP 端到端的LSP 去理解这个端到端LSP呢 我们回头再说 讲到这个Option C的 这个东西再说 这个这个没问题 在你看这个上面 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R上面 需要不要敲Next of Self 它Disable吧 这写的是不是Disable Disable Next of Self R上面 不要敲Next of Self 你敲Next of Self 可不好了 敲Next of Option 回头我们讲 好 这个就是 这个了 这个配置就没用看头了 那我们来理解 那我们来理解 好 这个录好了